今天做一个孩子特别爱吃的豆沙馅的春卷 外皮酥脆 里面满满的豆沙馅 软弱香甜 太好吃了 先来做一下豆沙馅 这是一斤红豆 加入清水 把它清洗干净 洗净的红豆 把它提前鸡毛一个晚上 看一下鸡毛好的红豆 吸足了水费 变得胖嘟嘟的 把它倒入电饭锅里 加入没过红豆的清水 开煮饭键 煮熟的红豆非常软来 用手勇捏就碎 然后把红豆倒入泡皮机里 打成泥 再把打成泥的红豆倒入不沾锅里 小火炒至水分减少 把40克的玉米油 分两次加入锅里 再加入40克的白糖 家里有麦芽糖呢 可以加入麦芽糖 我这里加的是一大勺蜂蜜 炒至不沾铲子不沾锅 最后能保证团就可以 放在锅里晾凉 取一小块放在准备好的红豆皮上 把红豆皮的一角卷起来 两面的角向你对折 再收口的一角蒙上面水 这样一个春卷的生培就做好了 锅里的油温于五层热 一次的下入做好的春卷生培 杂质颜色微微发黄 先把它捞出来 带油温升高 再次复杂 用筷子不停地搅动 使出热均匀 进入二次复杂的春卷 更加的酥脆 凉了也不会回软 自己做的豆沙可以多放一些 舀一口香甜软糯又酥脆 喜欢吃春卷不用出就买了 自己在家做更健康好吃 by bwd6 2014 2014 2017 2116 212014